这个苏联大兵刚羞辱完身下的女人 居然还向她脸上吐了口口 女人没有反抗 只能默默承受着 这已经是到今天第五次被侵犯了 自从德国战败以后 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得发生 整个柏林就如同一个墙楼 1945年4月 苏军打着正面支持的旗号 涌进了这座战败之阵 柏林留守的200多个女性 怎么能抵挡住如狼死虎的苏联军队 他们必将成为苏联军队的谢裕军军 这些女人只能默默坚信 德国军队最终为消灭苏军 解决他们于水火之中 这些苟延残转的女性 躲在阴暗的防空洞内 当柏林沦陷以后 这些女人再也藏不住 在武器的逼迫之下 只能乖乖走出防空洞 士兵们用土豆调戏着饥饿的德国女性 长期以来的战争使他们压抑着荷尔蒙 一个个对着女人虎视眈眈 无聊生存 一些德国男人不惜献出了自己的妻子 面对她的惨叫声 同胞妹默默不敢作声 这就像是一个信号 苏军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安娜是个记者 已经风光无限 拥有12个国家的通行证 在国家战乱之时 原本可以在国外避难 为了等丈夫归来 依然选择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这个老女人正在被士兵拖走 她知道安娜是记者 会说何语 哎呦她帮忙翻译 我很有钱 没想到她就过河拆桥 自己跑进了房子 粉丝了防眉 面对士兵 安娜只好假装顺 把士兵骗到旁边的屋子里 趁她脱裤子的时候 粉丝防眉 疯狂夸夸 她艰难地逃出魔爪以后 遇到一个苏联上校 她勇敢地揭露了士兵的丑陋行为 并要求停止一切 可是上校的一句话 让她彻底绝望 失魂落魄的她在离开之时 还是没能逃脱魔爪 一名士兵 态怒她的美貌 直接把她拖进了小箱子里 完人之后就像扔垃圾一样 把她丢在那里 安娜再也不敢乱跑 她很幸运愿意把她收留 阁楼虽然破破烂烂 好歹也是个容身之处 接下来的日子 本来还偷偷摸摸的士兵 因为上校之前说的话 给他们打开了罪恶的大门 不分老少 不分地点 到处都是女人员的爱好 整个柏林已经成了苏京的青楼 不愿被羞辱的女人当场自杀 敢反抗的就地击毙 活下来的已经变得麻木 艾娜实在无法忍受 逐动向上校求情 希望能得到她的庇佑 可是她却不知道 上校的家乡在德军的扫荡下 变得更加残忍 那些苏联女性合成不是 被纳粹这样羞辱过 上校并不会接触她 因为他们现在所承受的一切 苏联人早就经历过了 一个士兵报复信开始羞 在开始之前朝她脸上出口水 这已经是她今天第五次了 内心即将崩溃的她 再次找到了上校苦苦哀乔 她却认为对比你们德军的残暴 士兵们的行为根本不值一提 然后说出了一段烈人作敖的话 崩溃之下的安娜萌生了一个想法 她用主动的特殊服务 去踏好一个军官寻求保 于是在这些士暴斩中 勾搭了一个中校 事先她还遵守约定 事后才知道中校 只不够把她当成玩物而已 结束之后 就把她认为了下一个等待的事 安娜走在不堪的街道上 看着街边兽职的同胞们 她失去了所有的想法 她开始接触这种无休止的生活 突然有一天 一位不速之客找到了安娜 原来是当初不愿意庇护她的上校 安娜内心毫无波澜 习惯性的脱下了衣服 准备按照流程为她服务 面对安娜 上校显得格外冷静 心里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然后默默转身离开 到了晚上 上校听着手下正在炫耀自己的无耻行为 她想起自己失去的家人 突然觉得此时的自己 和曾经的纳粹没什么区别 想起自己羞辱过两次的安娜 破仇的心终于开始缠倒 她开始庇护安娜所在的小破楼 楼里的女人们终于可以躲过苏冰的楼里 口浅头身的安娜 也开始对上校产生了依赖 楼下突然传来着苏冰的怒吼 原来格洛里住着一对德国情侣 那个德国男人还是个逃兵 苏冰要侵犯他女柳时 德国男人进行了反击 现在反而让整斗楼的人 引来了杀谁之火 看着士兵残忍能对待楼里的人 上校忍不住冲了出去 她狠狠地对着士兵们怒斥 好让他们知道 这栋楼里的老大是谁 为了一栋楼的德国人 不惜得罪了自己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娜 在不经意间 当初残暴的上校 居然都被侮辱过的女人 产生了好感 这栋楼在上校的庇护下 安娜获得了救回的安全 两人的关系慢慢的更进 为了活下去 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模仿安娜 他们只想活下去 不为别的 只归了能和家人同居的那一刻 即使希望渺茫 1945年4月3日 纳粹元首自杀了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所有等待救援的女人们 梦想全部破灭 士兵们逼迫女人们 和他们一起庆祝 随后一个最久的士兵 闯入这所大楼 结果发现了那种德国情侣 他准备对女孩实施侵犯 那个德国老兵在暗处 一举他讲 可惜没有难用 追逐中赶如自己就下楼 当初死死 思想德国士兵可是重罪 上校破语无奈 当场处决了女孩 这才保重这栋楼 上校不惜代价 所做的一切 主要原因就是 她真的爱上了安娜 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她 她请求安娜跟她一起离开 却遭到了安娜的拒绝 因为安娜没忘记 当初回到柏林的初衷 她要等到人还没回来 上校很伤心 转身离开了 安娜从身后紧紧的暴露了她 最后一次用身体 感谢对方所做的一切 上校决定送给她一辆自行车 作为纪念 他们注定这辈子永远无法在一起 一个星期之后 安娜得到了好消息 丈夫被遣送回了柏林 而坏消息时 上校被指控多项罪名而入狱 这一刻安娜心里五味杂陈 等丈夫回家之后 她拿出了日记本 还让丈夫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下来的 结果不仅没有得到丈夫的安慰和理解 反而觉得她肮脏无比 丈夫疯狂杂东西 带走了所有之前的物品 最终抛弃了安娜 安娜一言不发 她所坚守的一切 在此刻都成了土牢 她骑着上校给的自行车 慢慢来到形成 她悄悄握住了上校的手 两人四目相对 一言不发 安娜感激上校为她所做的一切 但无奈的是 这样的畸形爱情 不会有结果的 本篇根据一位德国女性的日记改革 日记中记录了苏军攻进柏林以后的种种恶行 无论是侵略方还是被侵略方 两篇呈现的不单单是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痛苦 而是对真实人性的放大 只要战争开始 这种灭绝人性的事就一直存在 美军攻进越南的时候也是这样 日门鬼子进攻亚洲的时候更是惨无人杖 战争从来都是政治家的阴谋 只有战争才能剥去他们伪善的外衣 呈现出贪婪与凶残猥琐的内心 希望和平永住 如果你有更好的战争电影分享 欢迎留言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